因為導演不喊咖 所以我就一直在那個唱鏡頭裡面 我也不知道導演導演要我幹嘛 對 我覺得 反正我就是乖乖 自己現實生活中有沒有怪癖 我很準時要吃飯 早餐是早餐 午餐是午餐 我現在就叫吃午餐 害不害怕觀眾懂 或者是害不害怕觀眾不懂 因為我們只是要講一個故事 但是講故事的方式有很多種 每個人有每個人講故事不一樣的方法 吸引人的方法不是只有一種 像自己現在跟我女兒講故事 我不需要講一個故事給她聽 但是我可以指出很多東西 她仍然會在這一本故事書上 找到很多的樂趣跟亮點 怎麼樣 爹地好帥 昏倒 昏倒 對 爹地好帥 昏倒 對不對 好棒 對 我可能常常只要在一個 畫面裡面跟她說 哇 你看這個 哇 你看那個 她其實很開心 我們在講故事這件事情 好像不需要 不需要很直白地去講一件 因為我覺得 聽故事的人可以跟著講故事的人的情緒 跟講故事的人想表達的東西 可以理解我們的故事 那這個理解不見得是我們可以敘述的出來的 我覺得應該說我那個時候是很享受 每天跟女兒在一起的時間 然後 但是因為在角色上面的需要 然後跟角色上的設定 所以自己在心裡面就要產生一些想像 或者是自己要編一些心理故事 對 所以我自己就會一直無限的擴大這種 今天要出來工作 就是你們害著我不能跟我女兒一起玩 為什麼今天這麼晚收工 害我不能哄我女兒睡覺 就是我會把這些東西情緒要擴得很大 然後把被我擴大的情緒去投射給這個角色 你說跟女兒玩的時候會不會想起那個時候 我覺得不會 因為導演因為很收工的時候 我跑跟飛一樣 馬上衣服脫了 現在就要馬上回家 連什麼情緒會不會帶回家 完全沒有這種事情 就是我現在就是要馬上回家 我就是回家就是要看我的女兒這樣 我覺得當時的心情是這樣子 你會覺得這個故事沒有那麼難理解 那只是說這個人的狀態 他就是怪怪的 然後你不是到現在那裡嗎 想製甲店 就是要玩的 然後我想製甲店 別配合家 那裡子的部分 其實說真的 我們身邊很多人 其實就是有一點怪怪的 會知道他有一些小動作 我說這怪怪不是一定是要 一定是要一個很奇怪才是怪怪的 但他可能會有一些小動作 小的言行舉止不太對勁 或者是某些眼神 或者是他的一個狀態 對 那我覺得劉長坤他就是一個這樣的狀態 對啊大家覺得怪怪 對我也覺得他怪怪的 那為什麼會怪怪的 我不知道因為導演不喊咖 所以我就一直在那個唱鏡頭裡面 我也不知道導演導演我幹嘛 對我覺得反正我就是乖乖的 就是這樣子 對啊 那所以你最後是怎麼樣的狀態下 導演這麼嚴重 怎麼樣的狀態下 導演要不要 差不多 差不多 看一下他 怎麼旁邊有點騷動 有騷動 就好像放飯 該放飯的就會 咖咖咖咖咖咖咖 好那你自己認為 自己現實生活中有沒有怪癖 或是自己現實 我很準時要吃飯 這是怪癖嘛 這也不是怪癖 但我就很奇怪 就譬如說 反正我今天一定要吃早餐 然後我早餐我可能是八點吃 我可能九點吃 我可能十點吃 但我到十二點就是要吃午餐 但我的工作人員可能會覺得 剛剛不是十點才吃過早餐 我說那個是早餐 早餐是早餐 午餐是午餐 我現在就是要吃午餐 他說那你不能兩點吃嗎 我說兩點內就不是午餐 我現在就是要吃 午餐 這樣 對 然後吃完午餐 時間到了 我就是要吃晚餐 時間到了 他們都會這樣 蛤 你要那麼準時 我說我沒什麼要求 就是很準時的方法 就好了 量身其實是一個 很特別的 題材的發想 然後我覺得它是 就是現在在很多的戲劇類型裡面 是一個非常新的一種類型 那我相信這部戲會讓你期待 每個禮拜天的晚上九點 量身即時